哈囉大家 歡迎又回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氣泡酒 為什麼要介紹氣泡酒呢 因為現在年底要到啦 就是聖誕節啊 過年什麼之類的 只要是 我覺得大家只要團聚或者慶祝的時候 就喜歡喝氣泡酒 就有種 象徵celebration的概念 雖然說今年疫情可能大家不能就是 一大全聚在一起 但是我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然後呢 只跟你自己的太Social社會劇的話 還是就是可以喝一瓶香檳 或者任何氣泡酒 然後來稍微 呃 慶祝一下今年要過了 那我今天呢 會跟大家介紹不同酒的氣泡酒 然後呢 希望介紹完之後 你們知道以後去買的時候 就會知道 買了一些比較 適合自己喜歡喝的風味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吧 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Sparclone 1的名稱好了 總之呢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但是我再解釋一次 就是香檳呢 Champagne 它是 就是 氣泡酒的一種 然後它只產於就是 法國的香檳區 才能叫香檳 才能叫Champagne 那他們是 號稱是 呃 第一個研發出 氣泡酒的地區 所以呢 他們的名氣特別大 然後呢 他們就是價位都比其他地方 產的Sparclone 價位還要高很多 他們釀造 那香檳跟其他不一樣的釀造方式 是 它的釀造方式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繁瑣 所以耗著很多人力 跟時間 這是為什麼他們也比較貴的原因 他們先把 呃 酒呢 就是先釀好 就是一般的葡萄酒先釀好 就是作為雞酒 雞底酒 叫做Base Wine 那之後呢 他們會把Base Wine 就是全部blend blend到每一個香檳的 呃 酒莊他們特別自己的風味 那所以就為什麼一般香檳沒有年份 有年份的香檳會特別貴 因為他們是那邊 那年的葡萄產的特別好 特別適合 就是做出他們的風味 才會有香檳的年份 一般沒年份的 就是Base Wine 要有年份的會比較貴 然後呢 他們最貴的地方是因為他們 就是二次 就是他們 把酒混好之後呢 他們會在第二次的 呃 釀造 第二次釀造呢 然後他們是在瓶中釀造 然後釀造完之後呢 然後他們會把 呃 酒就是這樣斜著放 然後呢 到他們裡面的East 就是酵母菌 就是死掉的酵母菌呢 就到瓶口中 然後他們就是每一段時間 就會轉一下 轉一下那些 呃 酒瓶 那以前呢 是每一個是人工的就是 定期的去把每一個酒瓶都轉一下 那你想想的話 他們 產區今年產 兩萬瓶香檳 他們就兩萬瓶 兩萬個架子 就是 有很多架子能放兩萬瓶的酒 然後讓每個人去 到每一天這樣去 轉一下轉一下 讓他的酵母菌 都到瓶口中 然後呢 就是 之後 酵母菌到瓶口中之後 他們會把 那個 像是用 Nitrogen吧 把它瓶口這邊 就是 凍住 這樣子裡面的那個氣壓 會把這死掉的酵母菌呢 全部 泡出來 然後他們再把它封瓶 封瓶之後呢 他們會讓在他瓶中 再沉釀 呃 一段時間 看酒莊的 喜歡 然後呢 他們才會把這個酒 給 送出來 所以為什麼香檳特別貴 因為他們的 釀造方式很繁瑣 時間很長 然後香檳的特色呢 就是說 它的 酵母菌的味道特別濃厚 就是那種 比較creamy buttery 的那種感覺 比較重就是 酵母菌的特色 那一般人呢 那第二瓶呢 我要介紹的就是 是 第二瓶我要介紹的是 Kava 為什麼 Kava呢 是西班牙 Kava呢 是西班牙的 Sparkling Wine 然後呢 大家為什麼 就是Kava名氣這麼大呢 是因為 Kava的釀造方式 跟香檳一樣 只是他們的葡萄品種不一樣 只是他們風味喝起來 是非常的相當就是那種 酵母菌 比較濃厚型的 在我認為呢 因為 我認為就是 呃 香檳的 氣 比較沒有那麼 Strong 但是Kava 跟Proseco呢 他們的氣比較Strong 呃 香檳的氣比較Suttle 是那種綿綿的Sizzling 在你嘴巴裡面 那其他兩個呢 他們的氣會比較都真的 像喝可樂整個 蔥米一樣 是看個人喜歡 有些人喜歡他那種 淡淡的 綿綿的 然後是 喝香檳味 喝那個 酵母菌的味道 那有些人呢 會喜歡喝 就是很氣 就是想要喝到 像汽水的感覺 那就是比較適合 Kava或Proseco 那 大家都會說 Kava is a perfect substitute for champagne 原因是因為他們 釀造方式一樣 但是他們價位 吃Kava就是相對的便宜很多 都是 酵母菌比較濃 呃 濃的酒 酵母菌味道 比較濃的酒 就是那種 Buttery and Branded的味道 那Proseco呢 它不一樣 它是義大利的 它是義大利的 Sparkling Wine 那特色呢 是它 它釀造方式叫做 Tank Method Tank Method Tank Method呢 就是沒有經過任何酵母菌的去釀造 跟釀 它是非常想要保有就是 葡萄原本的果香味 所以你想要喝那種果香味 比較濃型的話 就適合喝 Proseco 那你喜歡喝酵母菌 味比較濃的話呢 就是比較適合 香檳跟 Kava 嗯 那就是看見仁見智 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Kava 它的氣會比較bubble一點 然後 shampagne呢 它會氣會比較subtle一點 然後 obvious use Kava的價位 會便宜很多 像這瓶小瓶的香檳 我買 40多塊加幣 那這瓶Kava 我買10幾塊加幣吧 這瓶Poseco 也是10幾塊加幣 所以你就知道 價位它多少 一般香檳是 750ml size的話 大概都要 差不多 八十幾塊 呃 加幣的概念 所以大概是 一般Sparkling Wine的四倍 所以看見了見 試試看 有些人就是香檳想要 就是真的 喜歡它特別的 風味 跟它的那個 產區的話 那就是適合去買香檳 我們現在就來品吧 好 現在我酒到好了 那我第一杯要喝的 就是Moei的香檳 味道 聞呢 你就可以聞到它已經有那個 淡淡的那種 酵母菌的味道 然後它有一點就是 可能因為香檳的產區 比較涼爽 就會有一點比較 青色水果的味道 那種 呃 呃 呃 什麼Green Apple啊 有一點Gooseberry的那些味道 其實這一瓶 這一瓶香檳 這一瓶香檳 這一瓶 Moe 它的那個 酵母菌的味道沒有 我想像中那麼重 我有喝過酵母菌更重的味道 但是你也知道它就不是果香型的香檳 果香型的氣泡酒 因為像我剛剛說它經過二次的那個 呃 釀造 我所有的氣泡酒都是經過二次釀造 然後它是比較就是專注於就是有酵母菌 讓它在就是香檳中劃分 分解 然後呢 讓它那個香檳菌的那些味道更濃厚 這是香檳的特色 那第二個呢 我要喝的就是Cava了 這Cava聞起來呢 比較有這種 濕 也是濕涼的那種味道 然後瑤瑤你也是一樣可以 我同樣聞到那種 breadty toasty 酵母菌的味道 像我剛剛跟大家說的就是 呃 Cava呢它會比較 在嘴巴比較那種濕走的氣泡感 那香檳的氣泡感呢 就沒那麼重 是看見仁見智 然後第三瓶呢我要喝的是prosecco 大家可以看 我同樣晃 但是它的那個氣泡就是比較多 大家可以不看到嗎 就是你看我 我兩個都晃 然後呢 左右邊有沒有prosecco的氣泡呢 就比那個Cava的多 然後 香檳也是 這跟他們釀造方式有關係 像prosecco它釀造的時候呢 它就是tank method 它就是完全 不過頭 不經過 酵母菌的釀造 它只是完全是 就是 算是 算是要保有它水果最原始的味道 然後 像prosecco你喝 你就可以聞 就可以喝出那種 它會有點淡淡微微甜甜的那種果香味 所以我覺得是女生的話呢 應該會喜歡prosecco多一點 就它那種 Fruity啊 就是那種 甚至像喝 Briesling的那個 Briesling的氣泡酒感覺 就像我之前剛才都是果香啊 濃郁的 然後有點甜甜的感覺 這就是prosecco的特色 就它今天有一個 還沒有介紹的 Moscato d'Asti 沒有介紹它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 我去那個酒店買 買酒的時候 我一直找不到它的Asti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Moscato呢 它也是義大利的酒 那它Asti method 是特別去釀造 就是 甜的 呃 氣泡酒 然後 它一般上面就是寫Asti 我會把 放一個酒杯 然後寫Asti 那個 method給大家看 它的特色就是 就是真的是甜的酒 所以 大概算是 呃 甜型的氣泡酒 如果是想要 喜歡喝比較甜的話呢 那就是也很適合喝 Moscato d'Asti 就主要是 它會寫說 Asti DOC 就是義大利的 Asti method 產出來的酒 這就是它們 四個不一樣的差別 其實 Cava跟Champagne呢 是蠻像的 但是我覺得Cava的 起 是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 champagne的氣會少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Cava 是大概 champagne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價錢 然後呢 第三個呢 就是prosecco prosecco呢就是 它是 果香濃郁型的 氣泡酒 然後是義大利的 再來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今天 沒有買到的 Asti method的酒 它就是 甜型的 義大利的氣泡酒 那大家以後去酒店 或者說要去點酒 餐廳點酒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你想要哪一型的氣泡酒啦 我希望我今天 對大家介紹的那個 氣泡酒有幫助 就是四種不同的 氣泡酒酒型 雖然說Cava跟 Cava跟Champagne蠻像的 但是 就是價位來講啊 或什麼之類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挑 有些Champagne呢 它真的是那個 淡淡的那個 氣泡呢 是大家比較喜歡的 然後它會有很濃郁的那種 差不多像是喝 加州的那個 Chardonnay一樣 就是那種濃濃的那種 buttery奶味 那我真的很喜歡 那種味道的話 可以去買Champagne 那今天的Video 就到這邊啦 如果有什麼 Questions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那我會把酒的資料 都放在那個 資訊欄裡面 那如果喜歡我的Video 然後呢 想要學更多 紅酒知識的話 拜託請Subscribe我 然後幫我按個讚 謝謝啦 掰掰